你一定还记得这个画面 责任来了就勇于承担 你一定也还记得这个画面 很抱歉 我没有完成 大家托付我的任务 半途成为商兵 离开战场 从求来就打到三镇出局 桃园女婿林志坚 征战桃园不到两个月时间 张斌退场的他 早已默默回到本命区再起 宗帅 小贵宏 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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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扰会过去建设会留下 林志坚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 回防新竹 他和柯建民 沈慧红 快速整队 串起新竹铁三角 接受新新闻独家专访时 他们的口头禅都是 林志坚带领的新竹 真的不一样 他决定是三百年来 在新竹市建设最多的市场 这样的新竹经验 新竹光荣 不应该因为选举 然后就要把它全部擦掉 抹灭 技术政绩 这些都是林志坚 刻在心里的骄傲 白色衫蓝西装 由头利落发型 林志坚新竹市长任内 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品牌 从小英南海走上 五星级县市首长 绿营的明日之星 却在转战桃源后 论文棒球场案 让林志坚顿时有点无助 唯一能取暖的 就是柯建民 那一段期间确实是我从事 政治工作以来最大的挑战 那个时候我有感受到 整体的选举的氛围有了变化 确实因为我的关系 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这些都不是我原先所期待 也不是我热见的 董招 我们不能在敌人设定的正常里面 去打仗 再打下去的话 带伤选举 是一回事情 但是呢会让整个选举的失交了 怕扣累到其他的人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从担任柯建民助理开始 开启了他二十多年在政坛 最璀璨的时光 柯建民为张善政试问 对高宏安发动攻势 你这个很高 你这个虚假 其实都是对林志坚 不舍的展现 自卫人杰就有他事 谁到哪里都会知道自卫 你选后还有一道对关系 我们现在是怕等球骨点灯药 我相信 逆时会给新竹 还给新竹市预攻打 正台明日之星却在论文打击下 完美人设形象绷茧 但身为战士 林志坚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悲伤的时间 我也可以被抹黑没有问题 进了厨房就不怕热 但是我们新竹的这个未来 不能变黑白的 我所谓的黑白是 不可以有黑白木的人 来管理治理这座城市 也不能让黑跟白的人 来管理这座城市 沈慧红的肇事晚会挤得水泻不通 这是在林志坚退选回房新竹后 夺回陆战空战的战法奏效 为了有别于对手高红安 给人的科技知性形象 现在看板中的沈慧红 已经换上了套装 似乎就是要展现出 不凡的领受气质 有黄色有灰色 象征我们城市 辉煌的年代 即将在沈慧红的带领之下展开 辉煌是林志坚始终存在 新竹市选战的价值 沈慧红城市CEO的最新风格 要跨过高红安在竹科的新势力 还要连根拔起 林根人在地的草根性 政绩会留在生活里 如果我打断 我补充一下 沈慧红一定会超越林志坚 这无庸置疑 林志坚才47岁 眼下势必得回房新竹市本命区 成功招办沈慧红 稳扎新竹才能帮助他 重返政治舞台 腾行林志坚票投沈慧红 11月26号会不会出现奇迹 进行我谢谢刘威廷 钟晨良 采访报导 点出手 请不吝点赞订阅 就是选择 列車 任性 操红 操红